这是一架S271的模型 它身上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就是那两台G58变循环发动机前面的 可以前后移动的鼻椎了 当速度在1.6马赫以下时 它始终都是保持在最前面的位置 而当速度超过1.6马赫 这每增加0.1马赫 它就会往后移动41毫米 范围最高可以达到660毫米 为什么需要这样呢 因为它能够始终保证 进入进气道里面的冲击波 落在最合适的位置 从而带来最佳的压缩效果 和最小的能量损失 很厉害的工程设计对不对 但是它极有可能又是一个 从自然那边偷试过来的东西了 油损 一种小型的北美猛禽 在对猎物发动俯冲进攻的时候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320公里每小时 犹如一颗从天而降的羽毛子弹 为了实现高速气流下 依然能够顺畅呼吸的需求 油损于是发明了一颗特殊的骨骼 并且将它安装到了自己的鼻孔前面 成为帮助自己压缩空气 在高速前进中也不会缺氧的鼻椎 这对照着一看 它和SR-71的鼻椎是不是超级像呢 所以要论发明 你能发明得过自然吗 速度超过了3马赫的SR-71黑鸟 会在飞行的过程中 与空气摩擦产生大量的热 你来看这张图啊 本质上它在空中看起来 就像是一块烧红了的煤炭 图上标的呢都是华氏温度 我们基本上不用说也没有概念 那我给你一个参考值吧 华氏550度呢就等于色氏288度 你自己看看SR-71身上 有多少个地方是接近 或者是超过这个温度的 好 那么问题就来了 它靠什么来降温 这个问题呢是有一定的欺骗性的 因为按照道理来说 它飞行在2万米以上的高空 周围全都是温度低于 零下50摄氏度的冰冷空气 那么这些冰冷的空气 自然就可以帮SR-71 降到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了吧 可事实上呢恰恰相反 不是飞机周围的空气 在帮飞机降温 而是这家飞机在帮周围的空气降温 What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虽然SR-71的表面 已经高达300摄氏度了 但是跟与它接触的空气比起来呢 还是跟温度更低的地方啊 这里咱们就要引入一个叫做 停滞温度的概念了 它指的是流体在停滞点处的温度 也就是流体的动能完全转化为 内能时的温度 停滞点是指流场中速度为0的点 例如在物体表面与流体相接触的点 在停滞点处 流体的静压最大 被称为停滞压力 停滞温度和停滞压力 是描述流体运动状态的重要参数了 它们与流体的速度 密度 温度和压力有关 具体公式是这样的 好吧 谁也不会看公式的 对不对 简单来说呢 就是SR-71周围的空气 想要跟SR-71的表面接触 非得要将自己的速度 变得跟SR-71一致了才行嘛 而改变速度就得要做工 要做工就得产生热量嘛 在3.2马赫的速度之下呢 空气的停滞温度约为400摄氏度 几乎比上面那个图上的任何一个点都要高了 所以你看啊 靠风冷降温的发动机本质上还是不够强悍啊 既然风冷不能用了 那SR-71的解决之道就变成了以下两种 第一 让机身的大部分呢 都处于高温状态 并用钛和不锈钢的耐热材料制成 第二 从油箱开始 到进入到发动机之前 为燃料设置复杂的 穿过机身关键区域的管线 靠流动的燃料带走机身表面的高温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SR-71的一半重量都是由燃料提供的 这种燃料呢 是一种称之为JP-7的特殊煤油 具有良好的散热性能 它在一个大气压下的沸点为285摄氏度 算是煤油的上限了 当SR-71在1万米的高度下加满油时 JP-7的温度可能会低于零摄氏度 于是它就可以被当成是冷却机 用于冷却航空电子设备和驾驶舱了 当其流动到发动机时呢 吸收热量之后的温度已经达到差不多177摄氏度了 然后在这里呢 还会被用作各种发动机零件里面的烟压油 主要是可变形状的几何喷嘴 当它最终到达燃油喷射机时 温度已经达到316摄氏度 正好为燃烧做好了准备 的确是一个工程奇迹对不对 那我们最后非要说它一个这么干的槽点啊 由于燃料会一路吸热来到发动机 有的时候呢 它吸的热实在是太多了 来到发动机的时候呢 温度已经高于177摄氏度了 这就超过了发动机接收它的温度上限嘛 怎么办呢 只好往里面加点新的低温燃料 总和一下呗 所以许多SR71的飞行员呢 就曾经表示啊 他们有的时候在着陆之前 急着在空中寻找加油机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燃料快要用完了 而是因为他们的燃料温度太高了 关于SR71你可能知道的是 它是由洛克西德大名鼎鼎的臭油工厂研发的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其实它还有个联合研发方 苏联 怎么回事呢 当依靠加力燃烧在25000米的高空中 以3.2马和的速度巡航时 尽管窗外的空气压力几乎只是连地面3%都不到的真空了 可是在SR71驾驶舱的外部摩擦深热 还是将这里的温度带到了220摄氏度的水平 跟家用烤箱里面的最高档位保持一致 到了记忆前缘 温度已经高过了电烙铁 而与加力燃烧时一强之隔的发动机短舱外部温度 则高达560摄氏度 普通的航空材料都扛不住了 唯有钛和不锈钢能够一站 但前者的重量只有后者的一半 所以当之无愧成为了SR71的首选 最终占掉了机身结构重量的93% 也就是30吨中的27.9吨 这得要花掉大量的钛矿才行 可惜美国没有钛 哪有钛呢 它的头号对手苏联 于是CIA就行动了 在注册了大量的空壳公司 围造了大量的交易数据后 他终于得以从苏联那将所需的钛矿石进口了回来 把他们变成了25架SR71 而开开心心的数着美元的苏联人 却始终不知道自己卖出去的钛竟然又飞回来了 只不过加了眼镜盯着他而已 空战中你可以用机炮来扫射对方 也可以用导弹来拦截对方 再不计码端着小手枪朝对方开上几枪呢 说不定也能有点效果的嘛 最不该做的事情呢 大概就是直接朝对方给撞过去了 即便是神风特攻队呢 也是撞船不撞机的嘛 但是啊 在二战末期 美国人就偏偏设计了一架 专卫撞击战术而成的飞机 XP79飞行的公羊 哎 这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怎么工作的 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啊 战争啊 的确是技术进步的加速器 比方说在二战开始之初呢 很多英国皇家空军部队使用的 仍然是古老的双翼机 但是到了战争结束啊 使用了短短数年时间 喷气式战斗机 就已经在空中呼啸着飞过 为欧洲的未来 做出决定性的影响了 这样的情形呢 用瞬息万变来形容 也一点都不为过啊 所以空战装备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 就变成了什么花样 似乎都是可以的 哎 这是飞行公羊出现的一方面原因 而另一方面呢 是空战理念的变化 举一个例子啊 经常被认为是 赢了不列颠空战关键的 英国喷火式战斗机 即便飞行员够大胆 敢在一次设计中 吐出全部的弹药 他能够给予的啊 也仅仅只是挡风玻璃上 一个简单的浮动标线 和大约15秒钟的火力输出而已 所谓的空中格斗呢 其实更像是怼进了之后 枪口抵着枪口的 互相设计而已 跟今天使用超视距导弹的交战呢 相去甚远啊 哎 既然这样干嘛不换个战术 反正都已经飞这么近了 咱还不如来得更疯狂一点 比如 直接用机翼切开敌人的肚子 如何呢 哎 这便是XP79了 他由约翰诺斯洛普 也就是后来造出了B2的那家 诺斯洛普公司的创建者 亲自设计的 因此毫无疑问 他也是架飞翼机 不过呢 跟他的隐形机认者比起来 XP79显然要小很多啊 机身中只够一名飞行员 横着趴在里面操作 哎 这显然太怪异了 但其实并不是一种 对小机身的妥协啊 而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 因为诺斯洛普和他的团队 相信在这种状态下 飞行员能够承受住 更大的过载 毕竟 这架飞机诞生出来 只是为了激动嘛 你从他的名字 就能够听出点味道来了 公羊通常都是暴躁的 暴躁起来 通常都是要去把你顶飞的 所以飞行的公羊呢 交战的方式也一定很公羊啊 他不依赖重炮和弹药 而是用自己那对加厚的 汉坚铭合金硬壳机翼 直接朝敌人轰炸机群的 肚子下方撞过去 来一个开长坡度 至少也能够挂掉别人的机翼吧 真的是相当简单粗暴啊 所以机翼够硬是一方面 动力充足就是另一方面啦 你看他那对触大的进气口呢 就是为两台西乌接三菱 窝喷发动机提供充足空气的 同时还能帮飞行员挡掉点伤害值嘛 虽然那个玻璃握舱呢 也是特殊加工的 哎 纸面数据看起来啊 真的很厉害 据说最快能够飞到 850公里的时速和最高12公里的高度 有点无敌的意思啊 不过时间才能出阵子嘛 XP79呢 其实只飞了一次 结果 却不是那么的乐观 在师傅员哈利 克罗斯比 爬进这个不同寻常的座舱 把飞机上升到大约3000米时 他开始要尝试第一次的倾斜飞行了 哎 但就在那么一瞬间呢 飞机马上就进入到了 不受控制的旋转当中 克罗斯比和XP79 双双最低击毁人亡 项目进展之迟啊 可谓踏进了至暗深渊 哎 他还能够再走出来吗 历史的侧轮滚滚向前 由于这个时候呢 希特勒已经死亡 而一个月前 原子弹轰炸日本也取得了成功 战争看起来已经到了头 因此人们对于一种 能够穿透敌方轰炸机的 喷气式截击机的需求呢 哎 就并不急迫了 加之他还又怪又疯嘛 于是 再也没有一架XP79会起飞了 这架飞机还有多少人不认识啊 利比锡P13A 一架二战后期 德国人设计出来的 烧煤炭的超音速拦截机了 是的 就是那个烧煤炭的概念最吸引人了 而且关键是吧 他的这台发动机呢 不光烧煤炭 还是个烧煤炭的冲压发动机 那简直就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了 那好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他的故事了 哎 他是怎么来的 他能够成功吗 他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1944年 二战接近尾声 此时的德国被两面夹击 苏联正在东边压缩战线 盟军呢 则已经在法国顺利的登陆 逐渐就挺进了法西斯的心脏了 德国人慌了啊 他们就需要更厉害的武器 才能够搬回战局嘛 但是啊 所有的新武器的开发呢 都必须要满足一个前提 那就是总结起来一个字 审 要审材料 因为此时的德国已经失去了 非洲丰富的资源 海上的补给线呢 也被盟军一条条的断掉 最重要的战争物资 石油早就已经见底了 要省技术 因为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年了 剩下的能够生产高水平 装备的设备和工人 都已经不多了 还要省人 操作这款武器的人 比如飞行员 你就不能要求他们 个个都是王牌嘛 最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飞行员上手就能操作的 换言之啊 就是这款武器 一定要又便宜 又能快速的铺开生产 还要又简单易用 有难度啊 但是我们故事的主角 亚历山大利比锡 站了出来 他说 其实我早就为今天 做好准备了的 你们看 这是一架什么飞机 他说的 当然就是这架P13A了 它的确就满足了 以上我们说的 所有的这些关键要素啊 首先 它使用的燃料呢 是储量丰富的煤炭 而不是日渐稀缺的石油 其次 它小巧轻便 结构简单 基本上就是让飞行员坐在一个长了一副 三角翼的发动机上而已 你看 连座舱都是 兼坐垂直尾翼的一部分的 用材少 容易造 而且冲压发动机嘛 咱们频道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里面是没啥活动的 不见的 也满足了简单 这一设计标准了 最后 这架飞机所要执行的任务 也是简单到了 不行啊 就是利用自己的高速 对准盟军的轰炸机冲过去 最好呢 是对着他们的尾巴和翅膀了 能切一架是一架 能把一整个编队全部都切完 那是最好啊 对了 基本上啊 他跟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架 美国人的飞行链具 XP79 是一种作战逻辑啊 不靠武器 靠自己 撞机术 虽然他也装着两艇小机枪了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P13A的机翼如此之厚了 因为他是专门做了强化的 目的呢 当然是希望在自己报费之前呢 先多报费别人的几架飞机嘛 你看目的单纯 操作要求 自然就简单了嘛 又不是要你去跟敌机狗斗 只是要你将机头对准别人就够了 这点不过分吧 可见啊 P13A长得不骗人啊 从里到外传递出来的 都是要了命的简单啊 是的 不过得要看是要谁的命了 这点很遗憾 由于他提出的太晚 到最后甚至都还没有诞生 德军就已经完蛋了 所以他到底是能够费别人 还是费自己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几个方面 来理性的分析一下嘛 它的煤炭动力到底靠不靠谱啊 能不能将这副粗壮的具体 推到超音速呢 操作它对准目标 真的就那么容易吗 一个个来啊 首先 烧煤 火车上烧煤不奇怪 轮船上烧煤也不奇怪 但是飞机上烧煤 我咋怎么听 怎么都觉得奇怪呢 好像我们确实 从古至今都没有听说过一架烧煤的超音速飞机嘛 原因大概是煤炭是固体 它不能喷射 既然不能喷射 那就无法跟空气均匀的混合 无法均匀混合 就无法高效的燃烧嘛 但是飞机发动机不高效 怎么飞得起来呢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了 能量密度 我们来看这张表 从左到右呢 燃料的能量密度一致升高 天然气在这里 汽油在这里 柴油在这里 你再看煤炭在哪呢 它在这里 倒数第二 就比直接烧柴火要高一点 可见飞机上真的是能不用它就不用它 但是德国人那会儿不是没有办法了吗 于是想破了脑袋 也要想出办法来用它 首先 他们并不是直接用不规则的大块煤炭的 而是将它们磨细成为颗粒状 以此来增加燃烧的均匀度 然后呢 对装煤炭粉的容器不断的改进 从起初放在机头进气口后面的一个不动的篮子 逐渐升级到一个沿着垂直轴 每分钟旋转60圈的网状滚筒 就使得它能够为冲压发动机提供足够多的 富含燃料的混合气体了嘛 从而带来更大的推力了 诶 你可千万别以为这部分是纸上谈兵啊 实际上呢 利比锡团队设计的这台燃煤冲压发动机 是获得了地面试测的成功了的 但是它真的就能够把P13A推上天吗 利比锡没有机会实超呢 实际上未免算是一种幸运啊 因为很多分析都显示难啊 最乐观的估计也是 顶多能够推着P13A飞到亚因素而已 因为发动机的推力是一部分 它那奇葩的机身造型 会是阻碍其超因素的另外一部分了 就这肥头大耳的样子也能够超因素 我只能说 那会儿的工程师对空气动力学的理解 真的是很肤浅啊 虽然P13A的模型的确是通过了风动测试 而且还是挺高速的风动测试 并且其全尺寸的滑翔机版本 木制的DM-1呢 也成功地进行了飞行测试 但是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啊 它那浑厚的机身和粗壮的机翼 所带来的阻力 是绝跨不了因素这一关的 当然虽然它自己跨不了因素 但是从此开始的对空气动力学 和机身截面方面的研究呢 却为现代的飞机设计打开了一道大门啊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 自它开始的飞机进化之路了 P13A到XF-92A 再到YF-102 然后是F-102A 在此过程中 美国人又从德国人那儿学到了不少啊 最后我们要再补充一点啊 幸好P13A没有真的飞上天空啊 否则飞行员可能根本就hold不住它啊 因为作为一架高速拦截机 它居然没有动力飞行控制装置 这几个舵啊 全靠飞行员用自己的手劲去压啊 省钱我是理解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德军飞行员 能有几个能够强壮到 可以用肌肉去PK气流呢 所以啊 就算只是让他对着敌人的轰炸机 笔直的飞过去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嘛